我是来自河南的全国政协委员马俊 这次我们的驻地是在北京铁道大厦 这就是北京铁道大厦的大堂 这些大堂里有一个大堂 我们可以显示着我们某个小组开会的地点 正好碰见了和我一个小组的政协委员窦总 那现在我来问一下 总总也是来自我们河南的全国政协委员 是可以说是经济界唯一的中小银行的一个代表 您说一下这次参加两会 您有什么感受 您最关注的是什么问题呢 这次参加两会我觉得跟网上不一样 第一个就是受疫情的影响推迟了时间 第二个就是会期缩短效率更高 但是内容不简 这次政府工作报告呢 应该说很务实 也很有底气 通过这个有中央的领导 有这个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 我觉得会在很短的时间内会刻薄困难 各位能说的非常全面 也是我们这次来参会的所有委员的一个共同牺牲 下面我带着大家看一下 我来参加政协会与职的一天间 好 大家走吧 下面我带着大家来参观一下我的驻地 看我身后新闻中心网络视频直播间 这就是我们每一个委员都要打卡的地方 今年由于疫情的影响 各地的新闻媒体记者不能够来到各位委员所在的驻地来进行采访 但是和我们可以通过科技的方式 由过去的面对面变为现在的屏对屏 你们看我现在坐在的椅子上就是各位委员接受采访的地方 我前边就是一个电脑屏幕上面连接着各种仪器 在这里各位接受采访的委员可以和世界各地的新闻媒体记者互相交流 在这已经有许多委员在这接受了各个地方媒体的采访 今天呢我也来这儿打个卡 来和新闻界的各位朋友交流一下自己在两会期间的一些感受和一些建议 下午是小组讨论 现在我就要去会场了参加小组讨论 我手里拿的是小组讨论时期要议的特论 一个方面来记录各位委员的一些心得体会 从中间来学习一些知识 另外一方面也想把自己的一些想法记录下来 好现在就要去会议地点了 今天下午的讨论就已经结束了 今天下午讨论的主题是讨论汪洋主席所做的重协常委会工作报告 还有郑电邦副主席所做的提案工作报告 以及李克强总理所做的重协工作报告 大家都纷纷表示在以后的工作当中要不如使命 勇于担当 敢于超越 勇于创新 为新时代的正协工作的新使命来贡献自己的力量 今天的讨论一天结束了 我也收获满满 下面我将回到我的房间去稍微休息一下 今天一天的工作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好再见